接下来我们学习ES2020 下一个新特性 叫做可选链 什么可选链呢 其实在我们的开放当中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对象 然后对象下面的属性 可能有很多层或者很多级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对象 点属性再点属性 一层一层的去点下去 对吧 我们经常需要判断 看它下面到底有没有这个属性 如果有这个属性 我们是不是才能把它点下去 对吧 之前判断方式都比较麻烦 如果使用可选链 就能够解决这种繁琐的问题 它就是干这个用的 我们还是通过代码来演示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7-6.js 6 OK 然后这节课我们讲的叫做 可选链 我们看看 我们定一个user对象 比如说 它下面有一个表示 当前用户的一个地址 这样一个对象 叫做address 然后这下面呢 比如说还有个街道 它表示的是XX街道 OK 然后呢地址下面啊 还有这样一个方法 它表示的是 获取一个门牌号吧 比如说get number 然后呢 它表示一个方法 它能够return 比如说它的门牌号 是一个80号 我任意写一个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现在想去获取到 当前user下面的street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 比如说我conce一个street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通过user 对吧 这时候我们说应该判断 user下面到底有没有address 这样的对象 如果有 我是不是再去点它 对吧 这是正常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对象 可能现在觉得是写死的 你觉得这个address 肯定是有的呀 但很多时候这个对象 可能是我们获取的 或者是别人传递给我们的 我们不确定 对象下面 到底有没有address这个对象 然后呢 address的对象下面 到底有没有street的属性 所以说我们需要 一层一层的去确认 如果有再去点 如果没有呢 你点的话就不错了 对吧 我们经常会这样一些 我们是不是用这样一个 语号对吧 user.address 看看user对象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再去看看user下面的address 是否存在 如果它也存在 我们是不是在user.address 再去点street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一个判断过程 对吧 这时候我们输出street 大家看 是不是能够输出 插插接到 OK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这个判断 是不是很麻烦 但代码当中啊 一定要这样去判断啊 因为如果你不判断 我直接就写什么user.address.street 万一这个对象 别人传递给你的时候 没有address的对象 那我在点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错了 对吧 这样不安全 所以说以前代码呢 我们一定是想去判断的 那如果我还想获取这个方法 怎么办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 比如说我在cost的一个门维号 我们叫number 是不是应该先确定 user到底有没有 对吧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再看user下面的address 是否存在 如果address也存在 我们是不是再判断 user的address下面 是不是有get number的方法 注意 我先不能加括号 因为我先需要判断 这个方法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执行 user下面的address 下面的get number 这样一个方法 注意 前面不加括号 只是判断这个方法是否存在 这个方法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执行这个方法 所以说后面拆加括号 这边是不加括号 对吧 比如说这时候 我输出number 大家看 是不是也能够取到80号 对吧 但是大家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这种判断的方式 其实特别的麻烦 很烦死我 对不对 所以呢 在ES2020 提出了这种可选链的概念 我们看看 对于上面的需求 其实我们可以简化这种写法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再定义一个 street 何小天怎么写呢 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先要判断 euser是否存在 对吧 问号 表示它存在吗 如果存在的话 再点address 然后再判断 address存在吗 如果存在 再去点street 大家看 这种写法 跟我们这个写法 其实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但没有发现 代码少写很多 我们看 输出 street 得到的是不是也是 插插接到 也没有问题 那对于这个方法呢 大家看 我们再抗输一下 文卖号 比如说我们判断 euser存在吗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 再去点下面的 address 然后address存在吗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 再去点下面的 get number这个方法 我们先判断 这个方法 存在吗 如果存在 我们直接 括号 去调用它 大家看 我们再输出 number 是不是也能够取到 当前这样一个 80号 对吧 所以大家看 这个呢 就是ES2020 推出这样一个 可选链的写法 之前呢 我们可能一堆的语号 然后呢 一层一层的去写 去判断 当前这个属性 是否存在 很麻烦 然后现在呢 我们只要需要这种问号 判断当前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在这点的方式 就可以很方便的 对于我们当前 层层牵套 这样对象的属性 进行一个获取 或者说 对于这个方法 是不是也可以 先判断 方法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直接括号 就可以调用 大家没有发现 这种写法很方便 但是大家看 如果我代码 格式化一下 这时候其实 你们发现 我代码格式化的时候 这个问号和点 它们就分开 这时候语法 其实也不错 对吧 大家注意啊 可行列的写法是 问号和这个点 它们其实是一体的 你不能够把它分开 那我们试一试 如果它跟前面的距离呢 和后面的距离呢 这时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 问号和冒号分开 这是不行的 所以说 对于可选列的话 其实我们的问号和点 它们是一个整体 你不能过中间 敲空格 这是语法错误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节课 我们学的ES2020 这一个新特性 叫做可选列 它的应用场景 就是对于这种 对象 就有这种多层 线套的时候 我们想取到 内层的这样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之前通过语号 一层一层判断 很麻烦 现在呢 我们可以通过 问号点的方式 就可以很方便的判断 当前这个对象 是否存在 或者方法 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我们再去点 去调用它 这样的话 这种写法 是不是比之前 更方便啊 然后代码呢 也更加的简洁 这个就是 可选列的一个 使用方式和应用场景 感谢观看